看看其他消息 行政会议通过海洋公园重新发展计划 第一期工程在08年原工 重建之后头40年 可望带来高达480亿的经济效益 范姨明说 已经有28年历史的海洋公园 重新发展之后将会分为两大部分 包括海滨乐园和高峰乐园 里面有超过70项景点和设施 海洋公园希望重建之后 可以成为世界级的主题公园 不担心和迪士尼造成直接竞争 海洋公园的重新发展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预计可以在08年底完成 第二期就可望在2010年原工 预计到时的旅客量会达到500万人次 长远更加可望增加到700万人次 例如你去到40年 可能是480亿额外的净收益 另外对就业方面也是好的 就是额外的职位 可能去到2021的时候 大概是有12000个 整个改建工程的费用达到55亿5000万 其中一半即是27亿多 会由政府已担保的商业贷款 以及附属贷款形式支持 有关财务安排将会提交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 亚洲电视记者范伊明报道